哈囉大家好 我是爸爸曹仁 在我眼前的這一位是高徐凱 他來公司已經服務了三個月了 三個月了 OK 我們來訪問一下他 關於這三個月的一個工作的想法 來 隨便講一講 第一個我先問好了 你覺得在這邊工作開心嗎 很好啊 大家都很好 真的喔 對 那你覺得在這邊 有沒有獲得學習成長的機會 有啊 有有有 因為我就是一張白紙嘛 所以現在剛進來都是在學 真的喔 那你那麼瘦 你在這邊 有沒有因為在這邊吃好睡飽而變胖呢 我有胖 我好像真的有胖一公斤耶 真的胖一公斤喔 那這樣公司沒有虧待你 好啦 那其他你自己說 你再想一下看有什麼 覺得在這邊不錯的地方 可以簡單的分享 呃 不用緊張啦 對 鏡頭就會很緊張 我想想看啊 你越緊張越拉近喔 太近了啦 這是不是很醜啊 不會啦 不會很醜 我跟你講我是個攝影師 我很會拍 而且我拍的都非常好 真的我不騙你 你說要說什麼 隨便講一講啊 你就分享一下 你在這邊三個月的一個心得啊 對啊 心得我在約會的時候就有報告啦 因為我被經理陷害啊 真的喔 欸 約會的時候你有講嗎 蛤 還是我沒聽到 沒有 我說我在約會的時候 下個月約會啊 8月約會要報啊 真的喔 被經理陷害啊 上一庭經理 所以下個月約會要講就對了 所以就就賣個關子 等那次再說 可以啊 好吧 如果總經理說 可以不用說的話 我就不會報告了 好吧 如果到時候他沒有提的話 問我再錄一次好不好 你也沒有那個 三個月的那個報告不是嗎 蛤 你不是也沒有 有啦 我都有跟總經理個人報告了 就說我在這邊過得很好很充實 有啦 都有 我都有 我都有 他們昨天說你沒有 也要叫你順便一起 沒有沒有沒有 想太多想太多 OK 好 繼續到這邊 再多談的話 我怕我會多些事情要處理 拜拜 拜拜